是環氧的,是聚氨制的,只要是有有机的,还有无极的,包括水泥滋溜瓢,都一样 地面是打磨,吸尘,修补,其实全部都一样的,只有把地面已经处理好了,上面开始做不一样的 要是有机的,还是做底涂,可能是做環氧底涂,或者是聚氧质底涂,或者是饼酸的阶面剂 无所谓,全是要把混凝土修复好了,打磨吸尘上底涂,干净了,开始下来做底涂 底涂往往说要做那个,就是沙漿呢,就是不管是三星沙也好,彩沙也好,摩石也好,都是两道底涂,连续两道底涂,然后开始抛杀 这个的要求,标准的是什么,是做完之后没有干斑,没有干斑是非合格,有干斑的地方还要精英再重复 往往这个的更多是,电量太慢了,它是做样板可以,在现场的话就不行,用干刀板,或者是得慢刀,或者是皮刮板 最好的,实际最好的是皮刮板,人要站着干活,比对下干活快 然后呢,站着干活的皮刮板,一天一个人可以干三天皮刮板的,效率高啊,人工费那么高,对吧,三百块 然后呢,这一天皮刮板,和人工费那么高,对吧,这个技术一定是不留干斑,然后呢,抗杀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,一般底涂都是要两变子吧,连续两变子,没有干斑 这个,明显觉得这个数值稍微少一点,它一变慢慢少,没关系,真意识到了,这个就是做好的了,看到吗 这样就是做好的,摸一下,摸一下,划了不动的,它已经这个杀了一部分数值,它在上面 这个是8多16的杀,呃,这个底杀跟你的系统的后路有关系,三号比1.8,五号比2.2 这个,撒了撒,也可以滚多一遍,也可以吧,撒了撒,再滚多一遍,那你费钱了,哈哈哈哈 可以,肯定可以,费钱啊,一般来说呢,呃,这个沙子还有个极配的问题,极配的标准呢,欧洲欧标的BS8204告诉我,